來現在我們要教的是一台攝影機 進行多機作業的教學 我最怕教這種東西了 教這種東西 真的不是吃力不討好 是少賺很多錢 首先我們在場景的這個地方 先做一個增加一個叫做視訊裝置點進去 點進去之後選擇這個叫JBCU435這個產品 點好之後我們就按設定 設定好之後 隨著個人的習慣按設定影像這邊 自由調整你要的顏色 你自己喜歡怎麼搞就怎麼搞 好這邊調好 再來就是我們要設定制定3840 2160 設好之後呢 你就會獲得一個超級高畫質的一個鏡頭畫面 年紀大的人往左邊走年紀輕的往右邊走 他的影像就會更加清晰 清晰銳利 好 因為我們現在要做的東西叫做多機作業 好 影像完整擺好之後呢接下來我們做 這邊按一個加再加個場景 按加選場景 然後場景2選好 選好之後呢這邊按加 再選場景 那這選好之後呢為什麼有什麼不一樣 各位看喔 1號機 2號機 1號機 2號機 好我再加一個場景 刪掉 再加個場景 場景1 再加進來 這時候呢我把它這邊變特寫 另外一個特寫 變特寫 另外一個特寫 然後 這個 這個是我的改裝版這個鏡頭呢我是特調的 他的鏡頭可以做微距啦 然後也可以做遠距離的 所以鏡頭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做泛焦也可以做微距 那這次我有把鏡頭改過 所以我可以改用手動對焦 好 這邊一個鏡頭 好那這邊就第3個場景 1 1個鏡頭 2個鏡頭 3個鏡頭 那如果是你3個人你就可以3個特寫 加上一個全景 好以上呢就是JBCU435搭配OBS的 EFP多機作業多景位謝謝 入坡 職員 答案 答案 關 ап 摸